注意的第二点 开发企业在支付完土地价款之后 它会设立一个项目公司 这个项目公司一定是一个全资的子公司 然后呢 它就让这个子公司对这块地进行开发 就开发企业本身 假设是A公司 它自己拿地 它拿的地 拿完之后它自己不开发 交给了谁 这个全资的子公司B公司 让它来进行对土地开发 盖房子 这样项目公司卖出房子之后 它在扣除开发企业A公司 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时 一定得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 开发企业子公司跟政府三方一定要签一个变更协议 或者签个补充协议 然后把土地的受让人从原来的A公司必须变更为B公司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政府出让土地的用途规划必须保持不变 土地的总价款总额也不能变 不能变 用途不能变 住宅就是住宅 项目公司全部的股权都必须由开发企业来持有 这就我说的 必须设的这项目公司是一个百分之百都由开发企业持股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那这一段看完了 大家明白吗 就我们如果有学员就在房地产企业上班的做财务的 那你肯定是门清 考虑到房地产企业跟建筑企业 这种工程项目都有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大家来看 我举个例子 说的是上来第一步得拿地 拿地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了 往往是谁 比如说保利集团 这是一个集团公司 所以呢 他资质非常的高 财大气粗 这个保利集团公司 首先从政府直接就拍得了这块土地 于是签了一个土地的出让合同 一开始拿地的时候 是保利的集团公司跟政府直接签的合同 把这个合同就签了 签完把这块地就拿下来了 顺利的就拍下了 招拍挂嘛 拍下来之后 并不由保利集团公司亲自去开发 保利集团的下面有很多众多的叫项目公司 看出来了吗 这些项目公司遍布在全国各地 啊 这个保利集团公司本身 那个所在的公司 跟下面他全国各地拿地 他不是光在他自己本身所在地来拿地 他在全国各地都拿地 所以他各地都有 北京也有项目公司 上海也有 啊 重庆也有 此时如果他拿的地 是在重庆拍得了这块地 于是呢 先有保利集团公司 先跟政府在重庆政府那拍得 先签了这个合同 等签完之后呢 他就在重庆必须要设一个项目公司 这个项目公司一定是有保利集团 百分之百持股的一个子公司 他一定在当地设项目公司 知道为什么吗 他不在重庆当地设子公司的话 就会出现了保利集团公司 假设我们说他的所在地是在哪 是在湖北 那这个房子所在地不动产 可是在重庆 那你在重庆盖了房子 卖完了房子所赚来的钱 都交给湖北去 那重庆政府能让你拿地吗 招拍挂的事就给你踢出去了 所以想让赵快挂在哪个地方政府那拿地 税一定交给人家当地政府 否则门都没有 于是出现了地拍下来之后 因为你直接由重庆的这子公司去拿 你资质都不够 拿不下来的 所以只有集团出面 出面拿下来地呢 就交给重庆的这个项目公司 他进行开发 开发完以后就开始售房 卖房子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重庆的子公司来进行卖房 所以这个时候 卖得房子的收入当然得交税 是谁来交税 重庆的这家子公司 他来交税 可是他在交税的时候 就带来一个问题 他拿卖房子的收入 他能不能减去支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 他要减去这土地价款的话 他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 为什么 因为真正合同里写的土地价款的支付方 是保利集团公司 并不是你重庆的这家项目公司 那你怎么减 政府的收据是开给了集团公司 也没开给你重庆这个公司 所以你减的时候就没有合法依据了 但是实际房地产企业都这么做 签合同的跟实际卖房子的它不一致 所以为了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政策国税总局就出了 这时候有保利集团跟重庆的项目公司 跟政府必须签一个三方的变更协议 或者签一个补充协议 把它加进来 这种情况下 受让方由原来的集团公司变成了谁 变成了重庆项目公司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减去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了 这样用差额来核定他的销售额 集税就可以了 这就是房地产企业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不光是房地产企业 它行业是这样的 集团拿地真正的开发 你就发现他在一个地拿地 在一个地就得设立子公司 他一定得设子公司 他不能设分公司 他设了子公司就意味着 子公司自己独立纳税 税自然就应该在所在地 税就交给当地 否则你想在人家当地那拿地门都没有 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房地产企业 到后面我们讲建筑企业也是这个特点 但是建筑企业跟房地产企业最大的差别是在呢 房地产企业它也是全国各地哪都有 它一定是母子公司这种模式 哎呀母公司可能是在北京 然后它的子公司一百多个了二百多个了 遍布在全国的各地 但它必须都是母子公司 各自都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各自独立的各自纳税 但是建筑企业它的模式是总分公司模式 它不可能是母子公司模式 为什么呢 大家看出来 是因为建筑企业施工企业 它有资质上的要求 所以总公司有资质 分公司就可以借助总公司的模式了 资质了 但你要设母子公司 母公司有资质 子公司没有是不行的 得自己独立取得 所以建筑企业基于资质上的限制 所以它不可能设母子 你设母子 子公司还得要去申请报批资质去 那批不下来 所以它就用总分公司 所以一实行总公分公司呢 它也出现一个问题 在房地产企业在招投标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了甲方进行招投标 这边是乙方 这个乙方就是建筑企业 施工企业 这个甲方往往是房地产企业 他们两个之间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 然后工程就开始什么 施工方就招标 在招标的过程当中里发现 这个乙方这边的建筑方是谁 一定是总公司 往往 他进行招标 听说吧 因为他资质高啊 于是呢 他就进行中标了 签了合同了 签是签完了 等到真正施工的时候 大家发现就不是真正由总公司亲自上马了 也会出现由总公司的下面一个谁 分公司 具体来进行施工 他跟着总公司的资质走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交给了分公司来进行施工 当然这分公司本身啊 也是一个什么内部的成员企业 可能也是一个有限公司 都可以 因为这往往建筑总公司也是一个集团 在集团的内部都有各个什么成员企业 都有一些成员企业 于是呢 就会出现了真正他是施工方 然后呢 这个施工完了之后呢 甲方就把工程款直接就给了这个施工方了 他的成员企业了 然后就由成员企业直接就给房地产企业开工程的发票了 这样就会造成什么呢 三流不一致 签合同的是集团公司 干活的是下面的一个分公司 就是成员企业 然后开票的是成员企业 收钱也是他 但是签合同的是建筑集团 这样就出现不一致 合同流票流资金流 他不一致了 三流不一致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不一致 怎么办呢 也是要求三方签三方协议 跟房地产企业一样 签的是明确说了 由集团公司拿 但是由下面的成员企业来施工 就由下面的施工的企业直接收钱 直接开票 这个必须要求三方之间签的协议 这样才能说明你三流不一致它的合法性 所以这就是建筑企业跟房地产企业 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这个大家要熟悉它的业务 OK 这就是说到房地产企业了 好了 这就是到这儿 于是我们把建筑企业跟房地产看完了 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了吗 正好相反 刚才在讲建筑企业的时候 要想实行差额核定销售额 条件一定是适用什么方法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时 才允许用差额 如果你要是用全额核定的 那一定是用一般计税方法 那一定是全额核定 这是不同的地方 到了房地产企业呢 正好是相反的 如果你是老项目 选择用简易方法的 这时就不能是差额了 土地的价款就不允许扣了 直接按开票收入 全额来核定 算的是应纳税额 税点是5% 你只有用一般计税方法核定时 土地的价款才允许你扣 扣完之后的差额 用差额除1加9% 乘以9% 计题销项税额 它跟建筑企业正好相反 建筑企业只有是减一计税方法时 它才需要用差额 然后除1加3% 乘以3% 你要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一定是全额 首先先纳收入的全额 除1加9% 乘以9% 然后你付给承包方的分包款 那个分包款 此时就变成作为进项税额 直接作为抵扣了 你要是检疫方法的话 那个分包款直接从收入中在这就扣除了 所以他们两者正好相反 这是房企跟建筑企业 大家把这个澄清除了 别弄混了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个房地产企业 所以大家看完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 大家看怎么来做 这里面还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的地方 是在哪呢 大家恐怕还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房企这一块 我拿卖房子的收入 允许我减去付给政府的这地价款 哎呦 那个地价款好家伙 五个亿呢 那我卖房子当期卖的收入 因为增值税是按月几张啊 那我卖房子这个收入 恐怕才当月卖了多少钱 卖了两千万 哎呦 那我就可以减这个五个亿啊 那我还交税吗 甭交税了 所以这里面就在这个教材 这一部分里是没有详细讲的 到后面讲应那税额是讲 我这里就提前说了 这个土地价款在扣除时 一定坚持扣多少 必须遵循配比的原则 不是让你一次性的就把五个亿给扣了 根据你出售的售房 面积实行配比 卖多少 对应的地价款才能扣多少 所以这时允许扣除的地价款 是拿整个支付的五个亿 一定乘以一个占比 就是你当期销售的建筑面积 占整个总建筑面积的比 一定配比 卖出去多少 卖了三套房 三套房对应的销售建筑面积 占整个所有的可供出售的总面积比 才能扣当期允许的地价款 不是直接就扣五个亿 这是我们最后在算差额扣除时 再说明这一点 配比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这通了 到后面讲土增就更通了 看完了 那我们就练一下这道题 感受一下 房地产企业一般纳税人 自行开发都没问题 二二年十一月 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现房 就直接拎包就住的 当期卖了多少 在这个十一月份 卖得的房款是58650万元 开具了增值税的普票 因为它卖主要是卖给消费者 所以开普票 销售出去的这些商品房 整个建筑面积 以销售的面积是24500平方米 整个这个项目 可供销售的总建筑面积 是35000平方米 看好了吗 销售去的总建筑面积 整个这项目给政府的出让金 是6万万元 6个亿 已经拿到了有效凭证了 请大家计算 11月份 这个月针对卖房子的收入 应该缴纳的销项税额是多少 房地产 一般实行自行开发 首先知道实行差额 核定销售额 拿卖房子的收入减去支付给政府的地价款 而这个地价款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定按照配比原则算出来的 不是支付整个扣除6个亿 6个月一定要按照当期销售的比例来进行扣除 说完了 这道题会做了吧 好了 差额 允许当期11月份卖房子的当月扣除的地价款 一定拿你的整个的6个亿乘一个占比 当期销售的面积占整个总面积的比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于是大家看出来 销项税额一定是拿你卖得的收入 先减去这一部分的地价款 拿6个亿一定乘以这个占比 销售的面积占整个总面积的比 才允许扣除 扣完才是销售额 然后除1加9%再乘以9% 集体销售税额 OK会了吗 好 这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好了 好 这就是呢 整个差额核定 这是说一道房企的 我们再来说一道建筑企业的 也是一般纳税人 23年1月提供的是桥梁的建造业务 而且明确规定叫假供工程 因为是假供工程 所以税法就允许它可以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 本月收到了含税收入15000万元 开具了增值税的普票 但是这个企业又把一部分业务进行了分包 所以支付了分包款7500万 取得了分包方开具的增值税的发票 那么请大家计算 该企业应该缴纳的增值税额是多少 所以建筑企业只要选择用简易方法时 它才实行差额核定 如果它选择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一定是全罗 所以当它差额核定的时候 那就直接拿它收到的钱 扣去直接付给分包方的分包款 然后按3%交税 是不是 所以拿直接收到的钱 然后扣去付给分包方的款 直接按3%的征收率来交税了 所以建筑企业差额的值 一定是简易方法 它如果是用一般计税方法来计税的 那一定是全罗核定 那就是拿这道题本身来讲 它要是一般计税方法的话 它一定是拿你这个15000万元 一定是除以1加9%全额 先记提销项税额 然后那个进项税额付给分包方的分包款 这75000 看出来了吗 那就不能拿普票了 分包方你给它钱 一定是凭专票了 只要拿到专票了 如果这是一个含税的 那你要替税 作为进项税额时 一定是先除1加9% 再乘以9% 这时实行全额计税时 它就这么来交税了 它就变成了销项税 减什么 减进项税 而此时销项税额时就不允许是全差额 它一定是开票收入全额 付出的这个分包款就做成它的进项 平票来抵扣了 这就是解议方法跟一般进税方法区别的地方 这就是一块 好了 这就是差额和定理说房地产企业 最后一个大家看 叫转让不动产 这跟刚才的房地产企业完全两回事 房地产一定强调自行开发 这个是什么 我给大家翻译 就是转让二手房 这个就是卖自己使用过的房子 卖的是二手房 这叫转让不动产 但是我们教材里在这一点里面 只讲了一个什么呢 就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是原则上 转让二手房 一定是实行差额 那言本之意 一定是拿卖出的价格 减去你买房子时候的购置的原价 实行差额 然后来计争 所以它也是实行差额核定 先买后卖嘛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差额 然后呢 按理来说 这购置的原价 应该是凭着你当时购房子的时候 购房的那个发票 著名的不含税的金额 是不是这样的 但如果一旦购房的发票没了 丢了怎么办 所以这里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因为丢失这个购置时的发票 哎呦 买房的发票找不着了 但是能向税务机关提供哪个凭证 你当时买房时肯定要交气税呀 那个气税是有凭证的 气税的那张票上是有这个购房金额的 因为你当时买房的时候 那个气税就是拿你的购买价直接乘以气税税率 所以这是你要只要有气税的发票就行 拿着这完税凭证上写的那个计税金额 就可以进行差额扣除 所以你有购房发票的 直接按购房发票标注的原价来扣 你没有购房发票的 就凭着气税凭证上注明的 但是呢 可能买房时间很长了 于是就出现了 你可能是在盈改增之前你买房子的 也可能这房子是在盈改增以后买的 那差别就有了 盈改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气税的计税金额当中里面 是含着营业税的 但盈改增以后呢 您气税肯定比原来交少了 因为气税的成交价里就剔除了增值税 就以不含税的金额 所以他这里就分成两个 盈改增盈改增钱 你们家就买这个房子的 也交了气税了 这个气税的计税金额当中里面 一定是含着什么 含着营业税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卖的时候 拿你全部的卖出家 这就是卖出家 然后减去气税的计税金额 此时这个计税金额 那张票上的金额 一定也是一个含着营业税的价 这样的话 两个都是含税的价 先减 减完了再除 一加百分之五 乘以百分之五 这是一种 看好吗 但如果是在盈改增以后 才买的房子 那这时你的气税的计税金额 那张票上的金额 一定是一个不含增值税了 你的卖出家 可能是含税的家 这时单独对卖出家 先替税 买入家就不用替税了 所以这时是拿含税的卖出家 替完了之后 再减去不含税的购入金额 然后再乘以百分之五 这就是气税 在盈改增前和盈改增后 完全不一样 你盈改增之前买房子 交的气税 就比盈改增以后 买房子交的气税要多 因为它税机小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又有发票 又有完税凭证的 首选是发票 只有发票没了 找不着的情况下 再凭着气税 这就是二手房 先买后卖 它也实行差额核定 OK 好 在这里面大家清楚就行 好 整个提供服务的 我说了90% 都是全额核定 该怎么核定 怎么核定 然后呢 用全额开票收入 然后乘以税率 寄提销项税额 减进项 只有特殊的这几种情况下 在核定销售额时 允许你把相关的这些成本 先从收入中扣除 这几个特殊情况 都是因为考虑到 此时你发生的这些成本费用 是没法获得增值税专票 所以没法把它作为进项那去抵扣 不能放在进项 只能放在收入中直接扣除以后 再来寄税 来减轻你的税付 这就是这几种特殊情况 那么在这几个特殊情况里面 我们说了计算题很有可能会考的 就是一 金融商品转让 这个希望大家作为重点 多去练题去 第二个就是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这是很有可能计算题 执足回足都要好好练 第三个容易考核大家的 就是旅行社 旅游服务 这也有可能考在计算题当中 第四个就是房地产 开发企业 自行开发 我们把这几个练好 因为这几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虽然是差额 核定销售额 但是仍然记题的是销项税额 所以仍然是用抵扣这种方法来计算纳税的 只不过你核定出来这差额之后 既提的是销项税额 所以并不影响你进项税额该怎么抵 还怎么抵 计税方法没有改变 它不像建筑企业 差额都改变了计税方法 这几个希望大家把握好 好了最后提醒一点 由于差额是 你的那部分成本费用 是直接从你收入中扣了 要想扣虽然不要求非得有专票 但是也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凭证 你没有有效的凭证 照样不能从收入中扣除 具体的付给境内单位的款项 必须得有发票 只是普票就可以了 只是普票就行了 哪怕对方给你开了专票了 你也不能作为镜项来抵议 这点要清楚 付给境外的往往境外就没有发票了 就是签收的刑事发票单据 如果税务机关对这个刑事发票有意义的 还得需要出具公正证明 如果你是缴纳的税款呢 就凭着完税凭证就可以了 给政府的基金事业性的收费 一定得拿着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监制的财政票据 这些都是合法有效的凭证 如果没有这些 一律不可以 OK 这个要清楚 所以这里理解的地方是 这些凭证只是作为扣除额的一句 不能作为尽项税额抵扣 否则你就重复扣除了 是不是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是提示的一 今年教材在这里面新增了一个内容 也是实行差额核定的 但是尽管是新增的 考试几乎没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太专了 他仅仅说的是银行业的金融机构 银行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处置什么 抵债来的不动产 抵债来的不动产 因为这个债务还不上你这银行的钱了 所以把不动产就用来抵债了 抵来以后你不也抵卖吗 所以呢 他相当于也是先买后卖 他就拿卖得房子处置的这个价款 允许减去抵债不动产的作价 减完之后的差额按9% 集体销项税额 一样相当于 因为你这个取得来的不动产 你除了买来的就有抵债来的 甚至有受赠来的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扣除抵债不动产的作价呢 往往不是发票 一定是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 是经过法院判决 因为你银行肯定把债文告上去 最后法院判决 拿房子抵债 所以抵的这个作价的部分 是不允许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只能开普票 所以这是今年新增的 但是一点没有什么新内容 而很好理解 而且几乎没有考的可能性 这就提示大家一下 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一般纳税人 当实行差额核定销售额的时候 注意俩子 必须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不是叫可选择 没有选择权的 是说你只要是实行差额 没得可选 就只能采用简易的 第一看好了吗 建筑 建筑 第二个看好了吗 劳务派遣 不管一般纳税 还是小公募 第三个就我们前面讲 征收率的时候说的 物业公司收的自来水水费 你实行差额 那一定是简易方法 然后就是安保 安保什么 就是银行那个运钞钞票的 安保公司 这些都是没得可选 你只要是实行差额核定 就必须用简易方法 不允许抵扣方法 这个大家清楚 然后对于这种差额核定的 有些学员不太理解地方 就是在开票问题上 我算税的时候是差额 那我开票怎么开 我开成是差额的那个开票 还是全额开票 这里要告大家开票规则 这都是教材里没有的啊 是实际操作的 只要税法没有明确的说 不能全额开专票的 都能够全额开专票 这话明白了 这话就告你 你呀是差额交税 交税时是差额 但是你是全额开专票 没问题 你看这是他特色了吧 这是一个 只要税法没有明确说啊 不允许全额开专票的 你都是差额交税 全额开发票 能全额开发快专票的话 正常的全额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然后通过什么条呢 通过纳税申报表 差额申报缴纳增值税就行了 通过报表来进行调 没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差额核定 然后是全额开票 就正常情况下 基本上除非税法明确的规定 差额交税只能差额开专票的 那是税法得明确 规定才可以 这种差额计税 还就只能差额开专票的 知道哪吗 就我们刚才说的 劳务派遣 这个就是 像这种建筑服务 交税时是差额 但是是全额开专票 资来水水费 也是全额开专票 安保也是一样 全额开专票 发现差额计税 只能差额开专票的 是这个劳务派遣 所以呢 凡是这种差额计税 全额开专票 一点都不影响啊 你就直接拿收上来的钱 全额开 专用发票就可以了 这种全额 差额计税 只能差额 开专票的 大家知道怎么来开 三种开票方法 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简单说了 不浪费时间了 实际操作中会有 什么情况 这是用人单位 这是劳务公司 看好吗 双方之间签了一个派遣协议 由这劳务公司 将这个派遣工 派遣的员工 派到用人单位干活 于是呢 正常情况下 用人单位 要把被派遣工 里相关的工资 这些人员的社保 还有第三块 给劳务公司的服务费 劳务费 总共三块 都应该打给劳务公司 劳务务公司 拿到这钱之后 再接着给支付 给派遣工 工资 工资 社保 再付给派遣工 所以劳务派遣公司 他就能实行 选择差额 来核定增值税 他紧就自己的这点 服务费 缴纳增值税 那我们来树来说话 假设用人单位 给劳务公司 工资和社保 整个加起来 一百万 付给劳务公司的劳务费 假设六万块钱 那劳务公司 整个就收到了一百零六万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实际落 只到六万块钱 因为他还要付出去 这个工资跟社保 再支付出去一百万 实际他净落六万块钱 于是呢 劳务派遣公司 只要他选择的是 差额核定 差额计税 那就他必须用检疫方法 他选择差额 而且还就只能 差额开专票 不允许 全额开专票 这是很特殊的 这是税法明确说 没说的都是全额开专票 这个就是差额开专票 当差额开专票时 知道怎么开吗 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大家看 付给员工的这部分一百万 用人单位给了你之后 你可以分两张票来开 分两张票 来开 这是第一种方法 工资跟社保这一百万 给用人单位开的时 只能开普票 一百万 开普票 不允许 开增值税专票 明白吗 因为你直接从收入中 就把这一百万扣了 你交税的时候 是拿一百零六 扣去了这一百万 然后除一加百分之五 乘以百分之五 你是这么来交税的 所以你扣除了这一百万的成本 再给用人单位开票时 只能开普票 然后这六万块钱 这是服务费 这个是可以开专票的 是可以开 你开两张票 正常的开票系统 没有问题 这是一种开票方式 第二种开票方式 就不是在金税系统里 找正常的开票功能 一定是找一个差额开票功能 开票系统里 有这个差额开票功能系统 专门有差额开票的系统 你专门得点击这个差额开票系统 点击完了之后 把一百零六万输进去 再把扣除的一百万输进去 系统自动的就给你开出的最终的 只有六万的那个增值税的专票 这时这张专票税率内栏是三个小星星 不显示税率的 这就是一张特殊的叫差额的 实际上将来用人单位在抵扣时 就凭着这张专用发票上 注明那个税额 就算出的这百分之五的税额 直接就抵扣了 这就是差额计税 差额开专票的 它是通过特殊的开票功能 直接就开出来的 这是第二种开票方法 第三种开票方法 全额开一张普票 开出的是一百零六万的增值税普票 这可以 你能全额开的一定是普票 那用人单位也就别抵扣了 这是一张票就出来了 不然你就分两张 一张是普票 一张是专票 你要想省事开一张专票 那一定通过特殊开票功能来开 这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 虽然是差额交税 但基本上99%都是全额开专票 这样的话 大家就发现 等于我交肖像税的时候是差额 但是您抵的时候是全额抵 您下价合适 除非税法明确说了 差额寄税 不能全额开专票的 那您就只能差额开专票 很少 很少 像这个劳务派遣公司 像旅行社 都是这种情况 只能差额开专票 不能全额 否则的话 都可以全额 你交税是差额 但你开票都是全额 这回清楚了吧 好了 这个操作的时候 大家需要掌握的 这些都是实际上的一些东西 我举这例子 可能大家就更清楚 我们今后可能跟劳务派遣打交的挺多 我们好多单位都用派遣公 所以找劳务公司要票的时候 怎么来要 咱自己得清楚 比如回来拿一张票 一看要 这张专票怎么上面光是星星啊 怎么没有税率啊 然后问我 孟老师这张票我拿来能抵吗 没问题 能抵 这是通过特殊开票 不能开出的是一张差额的增值税专票 你尽管放心上面有税额 你直接就可以抵扣了 这就是整个差额核定 到此就结束了 所以到这为止 大家看 销售货物有销售货物的侧重点 销售服务有销售服务的侧重点 销售服务里哪些是权额 哪些是差额核定销售额 所以它的难点都是在差额激增上 这种差额核定的时候 改变不改变你的计税方法 如果差额 而且还是用一般计税方法是哪些 哪些是差额就变了 就只能够改成用简易方法计税的是哪些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重点的 整个销售税额数 交多少就讲完了 下一步就该什么了 我们就把后面的内容提上来了 核实交 所以在销售税额当中里 交多少要会 但是还要注意第二点 什么时候交 什么时才发生纳税义务 这个底堆 否则你尽管数已经算对了 但它不是应该发生在本月 你算在本月一分得不了 所以第二个进入到下一步就是核实交 销售税额税额的时间限定 那也是我们的注重之中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这个本来应该放在我们后面那个征收管理 它本来在教材中的征收管理 最后那个第十节 我呢给它直接就提到前面来了 这样我们逻辑结构不就清楚了吗 别会来讲了半句话 最后再跑到后面再接上 咱就在这就接上了 到后面征收管理里面 这一部分内容我就不讲了 所以大家就把增值税里一定要记住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一定要跟着结算方式走 你跟对方的结算方式不同 纳税时间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里的结算 大部分都是说的是销售货物的 都是主营业务卖货的比较复杂 提供服务的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前面说的都是以销售货物的 采用直接收管的 一定注意这句话 不管你的货物发没发出去 不以这个为准 是以你收钱开票为准 而且是以赎藻为原则 就我货物还没发了 但我钱收到了 还没开出票了 就得交税 以这收钱的 我钱还没收到了 但我票已经开出去了 那就再开票当天 赎藻 哪个藻 按哪个 这个我们真提考了好几次了 说的都是什么 货物没发 票没开 但是把钱已经叫实际收到货款 多少多少钱 交税吗 交税 所以我们学完了增值税以后 已经做会计的学员要清楚 千万别误解为我什么时候开票 我什么时候才需要交税 不是那么回事 你没开票 但你钱已经收到了 就应该确认收入 就得交 所以它是以塑藻原则 这是一个陷阱 说清楚了 做提示要注意 如果你钱没收到了 你先把票就开出去了 照样交 相当于提前纳税 你就吃亏了 你收到钱 你没开票交税 你不亏 因为你钱已经收到了 就怕是钱还没收到了 票先给人开出去了 那你就提前交税了 第一种 直接收款 脱收成付 委托收款的 不仅是要发出货物 一定得有后面这句 办妥了脱收手续时 就需要纳税了 这个特点就是什么 此时你还未收到钱 钱还没收到了 只是发出了货物了 委托银行 办理了脱收了 钱还没收到 但是就得交税了 所以它相当于提前纳税 所以要从税收筹划这角度 作为卖方这一方 尽量不要采用这种结算方式 这种结算方式对你来讲 提前纳税 你不合适 这要清楚 奢小分期收款 这也是我们计算题的重点 一定理解这句话 会用合同约定的日期 是你纳税时间 合同如果约定了 就按约定的时间 合同要没定呢 就是你货物一发出的当天 所以我们计算题大部分都考在前者 就我合同明确的规定了收款日期了 那就很可能是我们俩2月份 定立的合同 但是我们合同当中约定的是什么 是2月份发货 但是合同约定 3月份收款 约定的收款日期是3月 这是你2月 尽管货物发出了 不再2月交税 所属期是归到3月份 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是 约定这3月份 本月到期了 结果合同约定 3月收款应该是15万 结果你实际到3月份的时 俩一种是一分钱没给你 一种是实际只收到了10万 出现了跟你合同的约定 有差异的一定按哪个走 按合同约定来走 这时就必须按照15万来交 不能按你实际的情况来交 这就叫绝对按约定来纳税 这理解了吗 这是我们真题几乎年年都考 这是必须掌握的 这是一种预收货款 这一定是指以销售货物采用预收 绝对不包括租赁服务 这俩差别很大 都是预收 所以不是在收到时 一定是直到货物发出时 您才需要交税 哪怕收到了也不需要交 但是有一点 如果您销售的不是一般的货物 是超过12月的大型设备 那不行了 那应该是在收到预收 或者合同约定的日期当天 那就说不能跨12个月 在不超12月的期限之内 直到货物发出时就可以 这就是销售货物 我们看完这个采用预收以后 一定要跟哪个先看好了 就跟这个租赁 要跟他对比 租赁服务同样采用预收 因为它是服务 它不是卖货了 一定是在收到时 所以一定要对比着跟销售货物 它的区别 销售货物采用预收的时 一定不是收到时 是直到货物发出时 你服务就没有什么 发出不发出了 一定是在收到货款就交税 这俩对比清楚就可以了 啊 代销的 我们在前面讲 适同销售行为已经讲了 原则上应该是在拿到代销清单 你没有收到清单 但你已经收到了钱 提前 没收到清单 也没有拿到货款 那一定是最晚180天的当天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想清楚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啊 交给他人代销 销售代销货物的 都是一送的当天 这个说的是除了代销以外 所有其他的 适同销售行为的 除了代销 代销是另当别论 他不是在一送时 其他的适同销售 投资了 无偿赠送了 分贝给股东了 都是在货物一送 意味所有权转移 纳税 哎 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是 盈改增以后的服务行为了 金融商品转让特殊 一定是在他的 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所有也有 适同应税行为的 一定是在 这个完成的当天 不动产 不动产 一定是全署 办完变更的当天 所以服务行为 往往强调是完成的当天 这是呢 增值税 纳税义务的时间 非常重要 我实践当中发现 很多的会计 干了这么多年 在报税时 什么时间报税 根本就不知道 每个月报 都是稀里糊涂的瞎报 以为开票时才需要报 不开票 我就不需要报 不用那么回事 一定是要根据 你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 然后有些会计说了 老师 我发现我们单位 那合同压根就没写结算方式 你没约定结算方式 那就一律货物一送时 所有权转移 那就跟会计上认定收入确认一样 随着一送所有权风险转移 那你肯定是要确认纳税的 所以这种结算方式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弄清楚了 什么时候是货物发出时 什么时候是你收钱或者开票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看收钱开票 就看你合同约定的那个时间 这个都得分清楚了 看完了 最后我们好好来练一道题 23年的1月 注意签了一个租赁合同 约定是2月份 把设备租给A公司 租期两年 2月出租时 预收了一年的租金 24万预收款 这样的话 下列做法符合规定的是 1月发生纳税义务 1月发生纳税义务 2月发生 2月发生 那大家看出来了 2月份出租收到的 不是1月份收到的 而且 那首先纳税的时间应该是什么 2月 2月份出租时预收的 是不是 收取的是一年的租金 收到的时候流转税 一定不要分摊 哪个月收到预收 收到时 纪纳税 不能分摊 所以准确答案C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所以租赁呢 跟销售货物是不一样的 预收 好 这就是整个的销项税了 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看到这为止呢 我们整个的第一步 一般计税方法是第一个重点 是来自于销项税额的核定 所以整个销项税额核定 完了之后 我们最后 它比一节的内容还多 我们简单做一个小节 销项税额的核定 是来自于哪里 当期一定是不含税的销项额 乘以一定适用的是税率 不能是征收率来算出销项税额 此时要想能够拿分 必须准确核定出销项额 销项额对了 销项税额才能对 然后把该适用的税率是13个点的 还是9个的 还是6个的 需要你自己必须记清楚了 这样来做题 而我们在核定销项额的时候 一定要分两大块 你主营业务 是以销售货物为主的 以销售货物为主业的 这时销售额的核定 有它的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点要注意 不仅仅是全部的价款收取的 一定还要有价外的费用 包含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第一关要过的 就是价外费用里 它包含着哪些个费用 它不包含的是哪些费用 那个不含里面的 一定得要记 是四笔代收的 一笔代电的运费 不记入价外费用 你这儿必须得刻意记清楚了 就可以了 然后价外费用在记税时 一定牢牢记住 它一定是含税收入 务必替税 你价款本身不含税 那你价外费用是必含税 肯定要提税 这是第一关要注意的 紧接着第二关 销售货物里 采用特殊的方式 折扣 在计算题当中 你一定分清楚 是商业折 还是现金折 取决于你是按折前 还是按折后 已旧换新 这种方式销售的 那一定得分清楚 应该是全额 按新价全额交 还是按差额 扣去收购旧货物的价款 牢牢记住 只有金银首饰才是差额 其他都是全额 然后是义务 义务的情况下 对于任何一方 一定是算销项的同时 还要算销项 都得算 然后就是包装物的压金 这个压金 一定最终得分清楚 是在直接收到时 就要记税 还是等到真的预期时 才需要交税 等到交税的时候 一定牢牢记住 它一定是避寒税的 所以别忘了替税 这是主营业务里 最后一点 一定要把看出来 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但没有销售货物的情况下 一定注意 它的选定的顺序 第一点 在顺序的情况下 一定注意 它的记税的价格 两个公司 含消费税的 还是不含消费税的 这是我们在主营业务 是以销售货物为主的 我们要保证销售额核定时 其实就是这些政策 只要把这些政策都吃透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这就是主营业务第一点 那么相反 如果你主营业务 是以提供服务为主业的服务企业 那么你在核定销售额的时候 要分清楚 只要是税法 无明文规定的 没有明确指出来的 一律都是全额计税 销售额都是全额 拿全额除以一 加上税率 再乘以税率 再减去进向税额 实行是全额核定 销售额 开票收入 只有税法 有明文规定 才能实行 差额 确定销售额 所谓的 差额是什么 允许有一部分的成本和费用 直接从收入中减去相关的成本或者是费用 这一部分的成本费用就不需要凭专票了 该要发票的凭普票就可以了 凭着普票就行了 都不能开普票的话 就凭着收据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特色 然后从成本费用从收入中直接扣 扣完以后的差额除一加税率 再乘以税率 既提销向税额 再减去可抵的进向税额 原理是因为这部分成本费用 你往往拿不到专票 但是即使拿到专票 也不能再作为进向来抵扣了 也是从这来扣除 所以对于这种税法有明文规定 可以差额的该进要机 我们重点要掌握的 一金融商品的转让 实行差额 这里的重点就在于 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那我们的核心就在买入价的核定 必须确定对了 是开盘价还是收盘价 还是发行价三个 记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融资租赁行为 融资租赁实行差额时 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直租的话 它的差额一定是拿你收来的 利息收入 还要加上这个租赁物的本金 合起来 然后减去利息支出 是你的差额 但如果是售后的回租 就不是了 它一定仅仅是利息收入 没有租赁物的本金在里面 减去利息支出 就OK了 所以这是融资租赁 你一定要搞清楚 有没有本金在里面 差别是在这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容易考核大家的地方 就是在旅游服务 它一定是实行差额核定 它的差额是拿你收入 扣去替留者支付的相关的费用 扣完之后作为你的销售额 除一加6%乘以6% 集体肖像 第四个要好好看的是房地产 但前提一定是实行 两个条件限制 必须是属于自行开发来的 才可以 不是买来的 第二个 一定是实行一般计税方法 不能是减易方法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那一定是拿你的收入 减去支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 减完以后的差额 按照9% 即提肖像税务 这里的难点就在土地的价款 这个地价款在允许扣除时 一定遵循配比的原则 是拿你总的支付的地价款 一定要乘以一个占比 当期已经销售的 售出的建筑面积 占总共的总面积的比来算出来的 这就是提供服务的情况下 房地产企业 当然它不算提供服务 它是专门一块房地产企业的 主营是以卖房为主的 这个希望大家清楚 最后房地产里还有一个 就是先买后卖的 二手房的 也是差额 这个差额原则上来讲 卖出 卖出的价 一定减去购置的原价 注意这个购置的原价 仅仅是原价 不包含着税金在里面 如果你有发票的 就是发票上列的 没有发票 就凭弃税的凭证 寄税金额 所有差额都在这 核定完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销项税额中理 交多少 销售额必须核定对了 销售额不对 那你整个就瞎算了 但你就是数算对了 来自于第二个重点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销项税额 核定时是要考核大家两点 准确的算出来 销项税当期应该交多少 还要必须知道 准确的应该在何时交 时间必须对了 才能最后拿满分 这就是我们的销项税额 希望呢 大家把所有这些都吃透了 先听懂了 尽量我给讲细一点 例子都举好了 您就必须对号入座 做题去 不做题不行 光听没用 听得热闹闹的 最后不会做题 挨个做题 没准一做还就错了 再接着做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 变萧向税额 到此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仙子 给声y放置 请不要吝点赞 订阅